这种鱼肯定很多人都还没有见过 它是我们内疆这边的一种特残鱼 它的名字叫做贝乌鱼 就是和咱们平时吃的黑鱼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贝色的 营养价值更高 像这个贝乌鱼平时都是很小一条的 这么大的很难看到 咱们来处理一下 不用去鱼鳞把肚子剪开 内脏全部抠掉就可以了 处理好的鱼 我们用一块干净的帕子 抓住它的老扣避免打滑 再从鱼鳍这里切下去 老扣踢下来后 继续用帕子给它逮着 沿着大锅头这里片进去 把鱼肉全部先片下来 这个鱼是特别特别的滑的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片到尾部这里就不要断了 让它就这样连着 调一个方向 同样的把鱼肉片下来就可以了 沿着尾部这里切下去 切到鱼皮就可以了 然后把刀这样子斜过来一拉 就把皮去掉了 这样子鱼皮是去得干干净净的 一点肉都不带 这边的话也是用同一种方法 再沿着鱼排把这个大锅头给它片下来 鱼锅头先载成这样子的结 老扣就不要了 老扣没有入的 剩下的这个鱼片 打斜刀给它片成片就可以了 这个鱼鱼的片呢可以片得薄一点 它也不会碎 它就不像那个草鱼和花莲鱼之类的 再来切上两片白菜放到汤里面 也可以用蘑菇哈 白菜帮的话就这样打斜刀片成薄片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操作了 锅里面来上一点猪油 做鱼汤内的菜哈一定要用猪油 弄出来它才鲜 炒花锅后先下鱼锅头给它扁炒一下 也就是平时喊的煎一下 一面煎好过后给它翻上一面 再来一点姜葱 全部煎金黄煎香过后加水 其实最好的哈是加开水 接下来处理鱼片马胃盐底胃马垢鸡精 一丁点料酒哈多了有酒味 少许的水 先下手给它抓匀 让鱼片全部把它们吸收进去 最后来上一点点淀粉 锁住水分忌口 这样子马出来鱼片绝对的是又滑又嫩的 烧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沫 其实就是姜柴炒鱼锅头的油哈 再用大火熬煮入到8分钟 把汤冲焙冲浓 哈喽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你们是饿了在这里等着还是来监督我的呢 废话都十二点半了还没有弄给我们吃个 你在这里干嘛哟 是不是想好这边 嗨 哈喽 汤熬来差不多了 把里面的姜葱腌出来不要了 先下入白菜 调味一勺盐 一丁点鸡精提炫 先用漏瓢给它漏出来打底 将就这个鱼汤把鱼片全滑熟 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推一下 看到没有这个鱼片是又嫩又滑的 烧开之后鱼片就已经滑熟了 关火出锅 看起来就爽歪歪呀 起锅前可以撒几块泡好的枸杞哈 点击个红色也漂亮 非常美味的一道白木鱼汤就做好了 真子煮出来哈 汤超级的浓白并且鲜美 鱼肉没有小刺吃起来也是细嫩又爽滑 简单实用靠谱的一道鱼汤熬法 习惯的朋友可以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试走去告一哈 没有白木鱼的朋友把它换成黑木鱼 住法也是一样的 不喜欢吃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锅了 真鱼一身 哇 鱼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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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盖到 高粱稍微扛到 还有一条啊 一共只要两条 我放了我不上去 放点蘑菇挖给你选 我买的蘑菇 没啥子 这汤很干净 吃点皮的 不吃皮的 我来说也不吃白的 一层干净好吃 乌鱼皮很多鲜鲜 小伯爷 煮的汤就很多鲜鲜 煮的汤就很多鲜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